5月份這個報稅機要到了 如果在前一年 我有買一件股票 跟著除全息 我會想 臨到股利的話 我在今年報稅機要怎麼樣申報 是比較有利的 好 純股族一年當中 最快樂的日子就是股息發放日 那最痛苦的日子 就是報稅的時候到了 那我想從2018年開始 股利所得申報 採取二則一的制度 也就是採取合併計稅 或者是分開計稅 那大家可以試算 哪一種方法對自己比較有利 那所謂的合併計稅 就是我們的股利所得 再加上包含薪資在內的 其他所有總所得 加總之後 那麼按照你目前適用的 所得稅率急距 去算出你應該繳的稅額 不過這中間有一個重點 值得提醒的就是 每一個申報戶 都享有可抵減稅額 那這個抵減的比率 是按照股利乘上8.5% 同時也定定 每一個申報戶的上限 最多一個申報戶 就是抵8萬元為限 那另外一個部分 則是採用分開計稅 那分開計稅 就是股利的收入 單獨乘上28% 來計算這個部分 應繳納的所得稅 那其他的所得稅 則是依照你的個人 適用所得稅率 從5%到40%不等 然後算出來應納稅額之後 再把這兩個部分相加之後 得到最後今年 總共要繳的所得稅額 所以我們就舉例來看 會更為清楚 那第一種情況 假設有一個單身的上班族 張先生 他的薪資所得是60萬 這個可能符合大部分的小支族 或上班族的情況 那假設沒有鼓勵 所得狀況之下 那這個60萬就是 扣掉免稅額9.2萬 標準扣除額12.4萬 薪資扣除額20.7萬之後 那我們得到就是他的 綜合所得的進額是17.7萬元 這個部分在檢調 累進差額查表之後發現 適用的所得的急需就是5% 所以這麼一算乘上5%之後 那今年應納稅額就是 8850元 那假設他開始接觸 存股之後 另外有一筆鼓勵所得5萬元的收入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剛才講 合併計稅就是要薪資加鼓勵加總起來 所以60加5等於65萬元 那一樣減掉相關的免稅額 跟扣除了之後 得到他的所得進額 然後再查表發現適用的急需 一樣是5% 那這時候他應繳納的稅額是 1萬1350元 但是不要忘記剛才有提到 每一個申報戶 可以讓鼓勵所得去抵減8.5% 所以5萬元乘以8.5% 有4250元 這兩個部分是相減的 所以最後他要繳的所得稅 是7100元 那這裡一比較之後發現 當他開始存股 有了鼓勵所得之後 他等於總所得增加 可是他要繳的稅卻降低了 對 為什麼會我有鼓勵所得 把繳的稅比較少 對 這就是這個鼓勵所得 稅新制希望獎勵大家存股 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他原本所得稅幾率是5% 可是因為我們給予 他8.5%的可抵減比率 高過他所得稅率幾距了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的所得稅率幾距 適用在5% 甚至就算你是12% 20%或30% 都還有機會是採用 合併計稅是比較有利的 那大致上一個結論 大家可以參考 如果你一年當中的鼓勵所得 不超過94萬元的話 通常情況之下 採取合併計稅會比較有利 對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報稅的話 其實也有分 剛剛微量檔我們看到 這是小資族 也有一些存股的大戶 那是不是小資族跟存股大戶 如果說我要來報稅的話 這個做法會不一樣 好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單身大戶李小姐 那如果他的薪資所得五百萬元 鼓勵所得一千萬元 這天之嬌子 那這種情況之下 應該怎麼計稅 那其實我們就直接先來看 如果他採用分開計稅 到底是不是比較有利 那麼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把他的鼓勵一千萬 那麼單獨去乘上28% 剛剛提到 這是固定的這個比率 那表示他這個部分鼓勵 因納的稅額是兩百八十萬元 那另外其他的薪資所得五百萬的部分 那一樣減掉免稅額扣除等等 那因為他適用的級距是最高的40% 所以這個部分要繳納九十六萬六千八百元 所以這兩個部分 整個加總之後相加 他今年因繳納的稅額是 三百七十六萬六千八百元 這個就是他採用分開計稅 對 那假如用剛剛一樣 合併計稅的計算邏輯跟方式 其實可以算出來 他應該要繳納稅額是 四百八十八萬六千八百元 所以你會發現到 對於高收入者 其實他採用分開計稅 這麼一省了 省了一百多萬 對 這個是相當大的差距 所以其實高收入者怎麼報稅 給會計師報稅 不是啦 開玩笑 大部分來講 如果你適用所得稅級率是超過40%的 一般來說應該是採用分開計稅 較為有利 好 剛剛微量帶我們看到 如果說你是所謂這個存股大戶的話 跟小資族就是不一樣 如果說要報稅的話 大戶的話用分開計稅的確是會划算很多 好 我們稍後要持續回來關注的是 對經濟衰退的一個擔憂 現在已經影響到大宗物資的商品表現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